你做的就是你自己寫啊 不寫也沒辦法 他寫了 你看好多人鼓掌 那你要不要寫寫看 或者你要不要拍拍看 類似像這樣 就把那個都是素人 素人 反正每個參加其實都是志工 所以他們弄的東西 開始這樣去 去把它表達出來 讓這個事情是 大家覺得說 我現在不是什麼困難 用那個最素樸的方法 然後說你怎麼做 我們就只有發email 然後發email的過程當中 開始去蒐集 去登錄 有這個有效 大哥 你也做一個你的好不好 那你的資料是你的 可是你幫我發 或者你幫我建 那這裡五十個就五十個 他比較厲害三百個三百個 那更厲害五百個就五百個 然後這裡五百個 那裡三百個 那裡兩百個 到底有沒有合起來 一個月做一次裝備檢查 或者發光信去測試 裡面有效沒效 我們從來都沒有做 然後到底為什麼會有效 真是神奇 沒有效 真是應該 我們大概就是用這種方法在運作這樣 那到現在 我們自己的演樂 或者發送的效果 不會每次都兩千以上 或者三千以上 其實都沒有 大概到兩三百 或者發信出去到五百 就接下來就是 看有沒有反應 有沒有反應 那個反應包括 如果不是有足夠的人在發動這樣的消息 這邊的所有東西是賣不掉的 羅家的高麗菜是一定會開始激壓的 所以那一方面是這樣子的 很速度很好是在做 再接下來是實際上的活動 就是真的上街去賣 真的上街去給人家看到 那個胖子又來 是真的就敢站在街上 或者捷運口 給人家看 然後每次反應都很好 我覺得你真的在那裡站兩個小時 你真的可以賣掉四十箱 或者八十箱的高麗菜 乃至於你有勇氣再去做第二場 第三場 第四場 然後到江 賣他一百塊錢 他用不掉 就這樣好不好 我們來街上做那個洗腳的運動會 結果他用他的辦法 他用他的辦法 就一起在幫助農民的這些事情上面 跑起來 然後這個事情的白話文就是說 有沒有什麼時間要集合 有什麼計畫書要怎麼進行 有沒有什麼logo要怎麼用 哇 怎麼那麼厲害 都沒有耶 大家總以為說 那你還心裡這事情 一定有個計畫書 然後跟政府商量好 或者跟鐵路局報備好 然後就像你們建造的包裝室裡面來 你就會發現私情都不是這樣 沒有計畫書 也不強調跟人家報備 也不打算開很多很多會 而是都用最素樸的方法說 欸 那你如果覺得幫人家抬心理是好的 你就自己去抬就好了 那你抬心理的時候 千萬不要把人家行李 調到那個火車鐵軌上面 或者你被人家載走 這樣會很丟臉這樣 大概就這樣 然後他說 真的沒有計畫書 那要不要背心 或者是到時候有沒有 志工服務證明 我說有有有 可是都沒有出現這樣 說有是安慰他說 你不要緊張都有 可是真正進行的時候都沒有 既沒有計畫書 也沒有約定的時間 各自進行 那那個其實是因為在賣菜的時候 後來發現說 欸我可以賣高麗菜 那他可以買了高麗菜的時候 去做他的事情嗎 我常常舉這個例子 偷紅這位太太 他跟我們訂了五箱高麗菜 那我說哇 那個小姐你訂五箱 不好意思 我們想知道你是做什麼的 你是餐廳還是什麼東西 不是啦 我們很感動 所以我聯絡了三個朋友 我們三個人就決定 把我家的瓦斯舞 從我家的裡面搬到我家的外面 然後我們要在門口炒高麗菜 給路過的人吃 所以賣光 他說欸你也沒有跟我報備 你就把我的高麗菜喉嚨這樣弄 不是啊 我剛才想說 哇你怎麼那麼厲害 你怎麼那麼熱情 然後我說這樣可以嗎 我說當然可以啊 高麗菜又不是我的專利 然後那個台中的雅琪啊 我們也不知道 他就看到我們在台北賣高麗菜 突然有一天新聞報導說 那個夜市很支持農民 所以只要買滷味或買鹹酥雞 一百塊就會附贈一包高麗菜 哇真有道理啊 所以我就想說那個好人運動 好人運動 其實根本就叫做好人運動會 我可以做 你也不用跟我報備 你當然可以做 你如果做贏我 本來就可以的事情 又不是我們的專利 各位這樣了解我的意思 結果那個大哥想的比我還複雜 你撐竿跳 他說那我為什麼不能撐竿跳過去再跳一次 這樣比較精彩 所以就發展了一個他自己幫助農民 或面對社會的方法 我後來就想想 你可以辦運動 人家幫你變成運動會 人家還不能把你的運動會變成嘉年華 有些事情也超無你的想像 可是那個想像的事情比你更有趣啊 所以後來我們的信件裡面就出現了 說大家一起來來辦嘉年華吧 或者來辦運動會吧 然後很多人還是不習慣 說那我要不要掛你的LOGO 我最常常有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在桃園想參加你的活動 請問你你們在桃園有沒有辦公室 或者有沒有招機人 我說欸 你剛好是桃園地區第一個打電話來的 你就做招機人好不好 他嚇一跳說這樣可以嗎 那接下來很緊張問我說 那招機人要做什麼事 我說招機人就是下次有 問我誰是招機人 我就跟他說 你就是招機人 那大家就安心了 或是有招機人這樣 然後其他所有事情到底做 他說這樣也可以嗎 我說那你在火車裡面 讓位子給老人家 你難道要跟警察報備嗎 還是要經過列車長同意 不用嘛 比如說我們現在如果說 我們上街去集會遊行 好像真的一件了不起的事 可是如果像台北市那個紅綠燈 很多都六十秒以上 有沒有 然後摩托車 蹦蹦蹦蹦蹦蹦蹦 後面的人都在吸前面的人的廢氣 於是現在有一個志工活動很簡單 就拿著指說請熄火 這件事情要報備嗎 還是要遊行嗎 還是你就這樣做 隨便指也不要經過什麼好人會館的印刷 你就自己寫嘛 然後你真的要服務實處證明 高中生活大學生 你就拍到這邊給我 不用真的寄來 千萬不要 你就發Email給我就好 然後我就把那個服務實處證明寄給你 那不就可以了嗎 一方面是我們自己的本業的青年活動 或者是志願服務的活動 依照把它改隆重 當一回事 那我們已經很自然的說 不是啊 這等於生活當中的事情而已 那如果是生活當中的事情 有沒有可能用這種束縛的方法 它可以進行 不管叫做傳播或者傳達 或者動員 那我的想法是 可以的 我們社會已經成熟到 可以這樣做 所以其實我發現給那個 諮詢協會 小諮詢協會是很努力的 人家消息登上去都要被他們審查過 他們決定要登才登這樣 他有一個內部的一個倫理 在那裡運作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是分幾個部分 一個是我自己主動的看法 想這樣做 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掌握在媒體通路上的工具 又是不是真的能夠那麼方便進行這件事情 Google不行 Yahoo不行 所以類似像這樣 支援職位的程度 或者心頭殼 真的在我們上有存在的必要 也就是說 雖然我們有公民的精神 可是我們很多社會裡面的公民的設備 或公民可如同的東西 其實沒有那麼齊全 就像那個全家講說 全家就是你家 全家就是你家 你千萬不要當真 全家絕對不是你家 永遠你的好鄰居 麥當好千萬不要當真 就是Google使用很便利 你真的以為Google可以幫你做為你的宣傳工具 是不是的 那我們現在也沒有人出面去談 政府的電話都要設110或者119 來做為一種公用的緊急的處理 那我們緊急的事件的這種概念 還添入在火警跟案件的概念 還是已經有一個地方一查就可以知道 今天的空氣往哪邊飄 可能哪邊的地方是不能去的 所以我們的資訊的掌握的能力 或使用的能力 已經不是滿足於110或119 這個概念現在還很少人在講 我舉個例子 我很認真的 很用力的維持我自己的 可以被信任的角色 我盡量的要求我自己 能夠讓別人可以信任 我也認為我們台灣要 某人很勇敢的 大家可以努力的勇敢去做這件事情 有些人就說 屬林發出來的稿子 大致是可以信任的 如果這種信任不敢勇敢的出來建立 那誰都 這個社會都相信的信任 互信就會很弱啊 那我努力去扮演這種角色 我想到有一天 我如果想要賣高麗菜 或者說 我想要幫助高麗菜的農民 我能不能有一個這樣 結果你們的手機都會收到 那種來自農民的訊息 說哪邊的菜是怎樣的 或是過多的 或什麼東西 結果你們不一定要進入商業市場買賣 你都可以在決定今天中午去吃飯的時候 大聲喊 老闆娘 我要來一盆高麗菜 人家說 這是切仔麵店 我就沒有高麗菜 但是你就要挑釘 要大聲 發聲 整桶梯都聽到 老闆娘 高麗菜很便宜耶 我要吃高麗菜 如果那個餐廳有兩三個人這樣問的 不用很多 那個老闆娘第二天就會在他的切仔麵店 開始供應高麗菜 這個時候 到底多少人來跟我買高麗菜 不重要了 這個社會因為有反省的能力 跟這個消息被啟動 沒有過剩的問題 到底有沒有過剩的問題 政府或者是官員都很容易講 跟你賣錢又要講 你可能不過剩 實情不是這樣 實情是什麼季節就適合長什麼 所以容易種容易長那個時候就會多嘛 第一個 就算很多 也沒有真的大家都吃啦 真的很多 也沒有大家都把它醃製起來啊 真的很多 也沒有像熊 我們就在那個河口 把鮭魚吃的肚子都很飽 好去冬眠啊 所以那個有沒有真的多的那個工需 除了那個買賣的那個過程當中 形成的一個想像以外 老實講不是真正的工需 真正工需應該清楚調查 你要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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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有姓 總和是一百萬 那你誰叫你要中一百零一萬 雖然一百零一萬是多的 沒有這樣子的 真正的工需都是信心 都不是真實的 都是想像的 以為會多 於是我就不要買 它就多起來了 以為會少 我就去搶 於是它就 不夠了 我常常說這個事情 那吃飯吃飯 一人要減一口 飯什麼有存 一人要多吃一口 飯什麼不夠 我說 那不是故意跟我訊話 因為我們 回來吃飯 今天做一個吃飯 就看到飯箱裡面的飯就不夠了 所以我減吃一口 因為減到飯箱裡面的飯什麼有存 飯煮這麼多 哇 今天菜很好吃 多吃一口 那飯箱裡面的飯什麼不夠 我自己做好運動 就一直知道說 真實的情況其實是這兩個 一個原來是什麼季節適合什麼 所以它什麼就要多起來了 所以我們要顛倒想啊 原來那個東西就是我們這個季節最適合 跟最盛產的 迎接它都來不及 鮭魚群來了 抱怨說鮭魚來那麼多幹什麼 人家鮭魚從來沒有 利用鮭魚賺錢從來沒有這樣想 那我們自己呢 米多了怪農民 怎麼那麼多人去種米 有沒有 政府說欸 你種太多 我不跟你保價收購 結果我們的米很多是從國外去進口 劣質跟低價的米混進來 原來是這樣 所以一旦這些案子被查出來之後 台灣本土產的米不用有機米喔 平均一公斤都這樣十塊錢 嗯 那這不是很奇怪嗎 第一個原來是這樣 第一個原來那個供需 我很大膽的趕指的農委會講說 你們講的供需是假的 因為鐵路局的便當並沒有用高麗菜啊 每一個國際機場飛來的飛機都走 飛機上面真的都吃高麗菜啊 然後我們也沒有每一戶人家都開始說 吃到假的薄水沒吃啊 沒有啊 而且市場上的飯菜也沒有真的那麼便宜 所以我覺得這個供需是可以 可以去操作 或者更高級的一點講 或者說更深層的講 還可以透過一種反省去改變 比如說今天大哥要吃什麼 高興吃什麼 他就花什麼錢 還有一個是這個大哥聽過這個公民的課 或者他有環保的概念 結果他在吃東西都不再自以為是最了不起的消費者 決定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而他在消費過程中他想說 我這個消費有沒有環保的概念 我這個消費有沒有傷害地球 或者我這個消費有沒有在剝削同工 你不是本來是單純的消費者 你怎麼在你們消費上附加了那麼多的價值 可是我們社會本來就會這樣想 我們已經進步到會這樣想 所以我們也有可能透過反省去創造出新的供應跟需求 而這個時候供應跟需求就可以被改變 那我的想法 其實這合起來是我們的 不管是做能運動還是好能運動 就是自己在補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所以有人會看我們在賣菜以為我們是賣菜的 說我是想幫你 那你就把菜送給我 我就專門來幫你買這個菜 我說不是啦 大哥你誤會 沒換分оля 光仔 謝謝 谢谢大家